吃着这个十一欢庆桶 竞选45块5的欢庆桶 进入到本场比赛 来自CJ与RYL的B5第二局对抗 CJ已经是在第一局里面 赢下比赛 胜利了之后 第二局再次选到 手热的兰博 这一盘的整体阵容 其实有了一点点的优化 看一下中路 像你说的冰川增幅嘛 就打个控制嘛 这边我觉得要看一下 Niko跟兰博 会不会选择中上的换线吧 因为换线的话 可能对于HUNI来说 会舒服一点 会好打很多 就兰博打Dome就 很轻松的可以有线权在 而打上路的话 就属于那种推线 就可能会死 但是有一些英雄的 counter属性吧 就是在选手个人的眼里 是不存在的 看ID对吧 看ID看ID 一稀地记起了 他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这不是一个 上路特别容易counter的 上路特别容易carry的版本 我并不认为这个版本 适合打为了上路来打 但是我就是能carry起来 你能怎么办呢 因为我叫HUNI 行 这局看好戏好吧 接着围观看戏 看一下这一局 第一条龙是刷了一个蜂龙 上一局就是活活土土的 刷的比较多 所以这一局开始来了个蜂龙 那这个蜂龙就会导致 下路在前期 不会产生太过刚猛的碰撞 对 RL也开心 就反正玩家路是还稳限的 节奏在中上野 那没有蜂龙在的话 也不用担心这个节奏点了 而且可以看一下 黄子的刷野动向 因为正常来说的话 他应该是刷完红以后 会刷石头人再往上刷 但他这把会比较害怕的 对方蜘蛛也是一个快刷 然后去上路针对对方 自己的拦搏 所以他是马上去选择 往上半区走 去入侵对方蜘蛛的野区 眼眉已经发现了 这个黄子的动向 这个眼其实就是 防着你黄子 直接过来打我的红buff 可以打 这一波看一下 是有一点点风险的 因为蜘蛛已经赶过来了 要抢 还是说直接把buff先拖回来 上路的鳄鱼血量 已经是被兰博压到了半血以下 所以说野区里面 失去了竞争的权力 这边黄子轻而易举地 反到了这个buff 这一局开局 其实对于红色的来说 已经结束了 而且上路这边 忽尼是一直用火烤 烤到这边鳄鱼很难受 烤鱼了解一下 鱼罢不能 是的 烤恶鱼 就太 就CG这边想的 Lewar这边想的太清楚了 知道自己两条线 中上两条线 在前期都是有线权在的 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 来你的野区 直接反这个红 他这个选择 其实红色方蜘蛛的 刷野兔现在选择 有一点点小问题 他要么选择对刷的话 你不把下路的那个清掉 直接上来刷buff 你是可以拿到的 但是你既然不选择 直接清buff 也不选择从上路开的话 就还有一个点吧 就是Lewar这边去 他想到对方可能会入侵野区 但他那个视野 差得不够深入 就说当对方的人 走到你野区 被你发现的情况下 你已经没办法 做一个反制了 对 除非你知道他过来 你也能看到你的buff 但是你拿不到了 对 就除非是你中 就刚刚中上的线权 是逆转过来的 你才能够防守这个buff 而且这样一来的话 很有可能Clush Gaming 是可以拿到上下的 两个核道蟹的 因为这边蜘蛛是选择回家 而下路拥有限权的情况下 Clush Gaming是可以通过下路 去打这个核道蟹 拿下这个下路核道蟹的 前期领先这两组野怪 对于一个蜘蛛来说 太伤了 致命了 致命打击 致命打击 致命打猪 这 本来是动物园组合 我们是看到那种 两个人去包一个 这边变成了 就是一个烤一个了 是的 而且这一场 其实Lewar就交出一个答案 就是说 在面对对方 这边变成一个黄子过来 但其实真的黄子 已经被蜘蛛发现了 所以蜘蛛是可以 控制下这个核道蟹 所以就变了两个黄子 但Lewar不太想放 赶过来的时候 应该已经打完了 应该来不及场了 上路这个血量好差 这是个鳄鱼吗 变成了烤鱼 就这一场 我一开始在想到的一个点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提到说 建议 就是说或者说 认为蓝薄换线会 更好一点点 我以为你说 为什么不搬蓝薄 就是说 为什么说换线会好一点 其实就是在于 怕被这个蜘蛛去抓 而这场CG给出一个答案 就特别简单 我也去把你蜘蛛删住了 鳄鱼顶不住了 回家出了个魔抗斗 朋友回来了 就是你会发现 蜘蛛整场的一个 它没有发育 它没有任何的捕捣 那它至于线上的威胁 它们也没有机会去抓 而自己的视野 也一直是被黄子所掌控的 那这样它其实是 很难给到线上 任何的反馈 那蓝薄就可以了 上路压的 就随意地去压 就没有任何的生命威胁 所以关键我觉得还是Lira打得好 它前面入侵那个红buff 其实对于上路这边的一个 入侵已经给到RL很大压力了 所以它并没有办法 能去利用这个蜘蛛去线上 帮助鳄鱼 但是Closer这名选手的话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前期表现吧 算是中规中矩 但是到后期 一般它会落后 对面的打野非常多的经济 在前面的机场里面 综合数据上显示 它是场均落后经济 达到了1837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就位列所有的那个经济差距的 到手后十名 它排到第九 这边反应好快 这闪现是避开那个节俭 手就按到那个闪现上 等着 蜘蛛这一波 是宣告干了失败 同时我们看到 两个人已经是赶了过来 直接把人逼走 但这一波说实话 我觉得蜘蛛如果 选择刚才抓中的那个timing 去抓上可能会更好 因为河老这边是没有视野的 并且蜘蛛有闪 恶雨有闪的情况下 蓝布应该是走不掉的 还没有到达六级 对 但把这个闪用在了中路呢 下一波的gank能力 就会缺失挺多的 这不抓不了呀 抓不了抓不了 六级鳄鱼 如果能抓 刚才皇子就直接 从后草绕过来抓了 但是刚才第一是 鳄鱼马上升六 蓝布这边是知道的 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你真的赶上去的话 后续红四帮的人 很快就能支援过来 而且第一线不能打了 点击特别简单 兵线太多了 这两个兄弟在这个时候 没有大到情况下 伤害也不够 扛不住的 细节细节 不要再这些细节 来了 鳄鱼这里 如果说把技能用了的话 是可以打的 但是现在蓝色方的人 不知道蜘蛛没有在草里 他觉得鳄鱼这么凶 后面肯定是有人跟随 所以Lira更多是做一个反蹲 但是蜘蛛刚才是在 刷石头人的 对 因为刚才蜘蛛刷石头人的时候 是有个蓝色方的视野看到了 所以Lira更多的 这波是做一个反蹲 那恰巧蜘蛛确实也在上路 同时我们也再赘述一下 就是 孤丽他是特别喜欢打强势线 但是他强势线 不是杀人得来的 而是补兵以及压制血量 消耗塔皮得来的 所以刚才的这两波举动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有两波 在大多数人眼里看来 皇子都是可以上的 但是他没上 他选择的就是在旁边等着你 只要你不出危险 能够继续吃兵就可以了 看这波忽尼是又动了 已经往中路在走了 这波忽尼狂在点正在路上 又入侵别人野区 忽尼这两把下来 就是推完线我就走 我就去你野区 让你打野很难受 这人家的兰莫是怕被打野针对 这边 她是个打野 婚女直接开始针对对方打野了 对 她变成了一个打野 这就很扯 知道 而且这个红buff啊 Closer应该也是没办法防守了 自己等级落后 而且对方人更多 好绝望啊 要不来打一波吧 这再不打的话 感觉前期节奏 一旦没有的话 后面更难打 不好打 但这个地形 妮可的进场位置 其实挺不错的 那这波的话 当没放大招想进场 但鳄鱼也给大想进场 后续这个妮可放了一个大招 规避一下伤害 自己起来 还是要死 鳄鱼拿下一血 同时 婚女已经进场在烧烤了 烧料对方一个蜘蛛 这边 皇子再给一个大招 后续继续追击 婚女闪现拉开距离 再继续再逃命 看这波能不能走 最后这个位置 鳄鱼被减速了 有点追不上 开盾 加速往前跑 EQ调起来之后 一发鱼叉跟过来 配合着皇子的伤害 受到一个double kill 这一波 虽然说妮可率先阵亡了 但是她的大招 配合这几个篮部的大招 打出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来 对 一个控场效果 而且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下路垂石也死了 同时下路爆发战争 但是下路这个 就有点小 我们一会可能要看回放 回放应该是有的 就刚刚RL特别的不理智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来打呢 就你蜘蛛等级落后 然后而且 讲到一句 少一个大招的情况下 你硬来接这波团 而且第一时间 集火的是一个妮可 而且我们从妮可这个出装 就天赋携带 大家都知道 这一轮 这一把 她只是来打控场的 哪怕你在前妻把杀崩了 她只要能在团队里面 把大招给放出来 她做到了 那这个妮可一定是有用的 对 因为她刚才临死之前 是把大招做出来 打出了足够的控制效果 配合蓝波大招 打出了一波AOE 然后皇子剑之后 又盖两个 蓝波最后又没死 没有能够成功换掉 所以相当于是 一波打了一个 极限的一换三 因为蓝波的血量非常低 现在打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上路不仅上产生了一个 就是补刀的差距 因为等一会蓝波回去 就可以继续补 而且她的装备上面 滚雪球滚得会越来越开 因为鳄鱼这一盘 她要出魔抗的话 她在中期对于蓝色方 后排的威胁就是零 越来越小 而且就会变成 一条没有梦想的闲鱼 是 就翻不了身 对 就不是大鳄摇了 来了 看上路想要是针对一下 但蓝波直接给大招倾线 要硬杀吗 蜘蛛是没有闪现的 给个蓝层减速一下 鳄鱼赶过来 W能晕住 然后再配合蜘蛛的节俭 这波蓝波是有点难走了 不你再给一个盾 继续加速蜘蛛一个飞天 下来以后再啃一口 上掉GQ拿掉人头 但是在同一时间 CJ及时止损 他是选择打掉了小龙 但这个交换 其实对于蓝波而言 太伤了 伤炸了 这个兵线进来 两波兵线没吃到 下路拖走 下路拖走了之后 消化一下防御塔的过程 而且我觉得这波最赚的 其实是RYL 10分钟以后 他可以打霞谷先锋了 这样的话是断了 Clutch Gaming最擅长的一个 换线拿霞谷先锋的节奏 对 打成功针对于一波上路的话 对他们来说 就至少说自己认为 是肯定是赚的 这个成效有的呀 自己没有损失任何的 Ajime来勾到 派克控制都给上 那边反向的一个比较上 拉得还不错 在这边没有操作空间 被这个Niko给收掉了 华丽呼哨在四个人面前 是没有用的呀 而且这个霞谷先锋 2000多的血线 不太敢打了 那这样的话 有可能要接盘 Clutch Gaming赶过来 直接帮打了 看一下蜘蛛这里 想要抢一下吧 这个霞谷先锋 没有打 但是正面已经打起来了 蜘蛛血量非常非常的残 被闪过来了之后 直接Niko收掉了这一发 人头 Amit被垂石的动动救走了 最后没有阵亡 那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我们看到霞谷先锋 也是由Niko收掉 是的 而且CG这边 可以让孙哥在下路 拿到大量的一个肚层 他这肚层是 直接从四层吃剩了一层 在下路吃饱了 对的 这一波RVL出问题了呀 他其实刚才在提的 就是他们换线 这波是比较成功的 就是防止对方换线 拿霞谷先锋 但他们刀妹 是应该去霞谷先锋 那边帮助队友一起打 然后打完以后 再快速撤退的 但刀妹在中路 被抓了以后 反而是霞谷先锋 这边打了两个人 只能往后撤退 但是想撤吧 他们又觉得有点可惜 如果不把这个霞谷先锋 拿到的话 后续的一个整体的节奏 蓝色方会加快太多 所以想要用命 把这个霞谷先锋给换了 很可惜 我这边在想 我这边在想 我这边在想啥呢 就他们如果第一线 两个人都想 闪线上去 抢这个霞谷先锋 我也能理解 但他们第一线上去 去打人去 他们其实可能是觉得 自己下路组 已经赶过来了 因为对方卡莎在下路 自己下路组赶过来的话 可能人员上会有优势 但是自己当妹是死了 有的时候 当局者迷也没有办法 他们当时就觉得 灵光一现 好像可以打 有一点点错估了 自己下路双组 到场的一个速度 行了 不编了 再晚一点点就好了 最晚饭我先干了 就应该再等一会儿了 我觉得 太早了点 先点个肯德基吧 可以 来 上路这里 想要继续推 不仔细看 还没发现 这局还有个EZ BP的时候 影响大家的注意 是BP的时候 引起了大家注意 然后就很久没办法 这边下来可能有危险 这个Is the real 下来就吃了一发 虚空走跌 后续我们看到 狭舞先锋 已经被一个 变成蓝薄的妮扣 召唤出来 上路要开始吃肚层了 12分半的时间 这是一个绝佳的时间点 撞一头 下路剩一层 中路是一个满血的防御塔 蓝薄在吃 同时上路的话 只剩下两层 这场肚层方面的经济 CJ已经领先了非常多了 就导致 他们现在已经有了 一个3000多的经济领先 是 赚的还挺多的 而且上路这个塔 是比较容易能推掉的 还要入侵这个红buff 上塔和下塔 其实都快要掉了 而且这两座防御塔 即使没掉 已经领先了3000 就证明这个 前期的肚层经济 真的吃饱了 对的 就能吃的 已经尽量地在吃了 这边一个鳄鱼的位置很差 但控制没给到 要放它走吗 应该可以溜了 你别这么凶啊 人家是个鳄鱼啊 出了魔抗的 走了 这个出了魔抗 就没必要再点一下了 我觉得 提亚马特嘛 有装备 有装备 勤兵能力还不错 来下路继续推线 至少这一盘我们看到 他拿到了一个 打上中野的阵容 然后上中野 磨得了 我刚认真想了一下 就RYO你说这一场 他们 因为从现在场面的 劣势来看的话 是有点艰难的 那你说他们要真的 能打出好的团战 或者说有盛势的团战的话 我觉得就一个情况 孙哥暴毙 拿啥打呀 对 除非孙哥暴毙 没有孙哥都可以 这一盘 因为他们前期优势太大了 仅靠上中野去打 然后就辅助打一波 收割就可以了 他们如果想扭转局势的话 最好的选择还是利用 中上野去找一些机会 人多打人少吧 否则说正面5v5团战的话 Clutch Gaming 一是这个团战阵容 二是拥有前期的优势 是不太会忌惮 让RL去冲阵的 对 但你看这个恶仪的出装 他想出青龙刀 他是先补了一个提亚马特轻线 然后又因为线上压力很大 再补了一个魔抗 然后再补一个大剑 想要去出青龙刀 不是 其实仔细想想也没有毛病 苏惟刚才那个就是 对线压力大 魔抗 青线压力大 提亚马特 没有输出压力大 暴风大剑 但你知道这样出的一个情况就是 在接下来最起码 3到5分钟 他没有任何战斗里的赢 因为他这两个 就他之后的大剑都很贵 其实玩鳄鱼的人是比较多的 其实有很多玩鳄鱼的玩家 都觉得如果前期这个英雄 没有优势的话 他就没了 但是这一局 这一局他不仅没有优势 而且对友也一件事 而且他没有装备 是的 对 正常中期你说 烈士的鳄鱼 他有两件套的话 中期还可以上去打一波 但是他这个装备 你说上去要啥没啥 就这鳄鱼就等25分钟 等25分钟以后 他才会有成型的装备 还想动胡你这边 看一下鳄鱼已经先行来了 看得皇子了 不行了 没憋住啊 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想打 后续有一个TP TP亮起来 看一下蓝色马特队友 及时赶到 刀背踢起来了之后 并没有能够成功留住人正面 那往后面走吧 现在该吃还是吃的 这边成功逼到了一个闪现 为下一波做准备 鳄鱼变大了之后 还想再来一次 又是胡你 胡你没有闪现的这波 为了拆这个阵影 可能要付出代价 哎呀 留住了 闪现晕住了之后 直接接蜘蛛的节俭 正面把这个蓝博打掉了之后 蓝博临死之前 放出了一个清兵的大招 让自己的经济合理利用 同时看一下 中路的防御塔 在下路看到三个红色方断人之后 直接选择推进 但是这边被一直盖住了 你不知道吃了多少 被一直挡住了 这时候已经没有肚层了 但是他们只能做一些消耗 是的 本场的一个OP选手 是CG的打野Lira 对 S来袭 急速支援 即可carry 这一盘Lira是真的 急速支援 非常非常的carry 打出了比较好的配合作用 而且前期也去压制呀 像那几波反应 包括说提供蜘蛛的一个视野的范围 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这边有一个侧翼的派克 被蜘蛛小打一套 但这个防御塔是没办法守护了 是的 现在下路防御塔拆掉 上路防御塔拆掉 中路的话应该快了 差一点 刚才进攻了一会儿 那两座塔闲的加持之后 已经经济领先 从原来的三千变到了现在的四千 这一波是觉得 忽尼还在线上 上一波把闪交了以后 还想再来一波 太亏了 而且这一波是没有选择 让蜘蛛先节俭 而是最稳的鳄鱼先晕住 然后再交节俭 这样是最稳的一个情况 而忽尼这边的大招 其实更多是想把兵线清一下 不想让这个兵线进塔 然后给到RL这边推塔的机会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因为人家已经没闪了 刚才蜘蛛节俭 就是在那个位置 基本上是 中的概率要八成左右 我也发现了 后面有一个蜘蛛 这两圈力伤害够吗 这时候第一线打了 又往后拉扯 这就蜘蛛过来了 反身就要打 绑到了这一个忽尼这边第一线 爆发伤害很高 忽尼触发了一个护盾 但还是没有走掉 皇子这边已经赶过来了 佩克和尼古一个大招 先把蜘蛛作死 扣上了之后 想要再杀这个阿美特 阿美特自己独目难知 没什么伤害 下去想要换派克 派克先换掉了 捡一个东西往回走 身上一个回血 回上来了之后 佩克自己拍了的赶过来 三打二 卡莎来了 飞过来了一个卡莎 天爱飞仙赶过来之后 杀了一个阿美特 剩下的两个人 好像不太好追了 那放这个锤石和EZ先走吧 我刚刚忽尼跟派克 想的有一点点多了 嗯 第一时间想 你打的时候 就明显的伤害不够呀 然后让刀妹在下路路 是帮助RYL 推回了一个防御塔 而且这波还是 孙哥来的比较及时 他那个虚空所敌重了 所以才能飞进来 否则的话可能 还要再折损一下 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其实他们现在经济领先 打的是有一点乱的 没什么章法 但这样打下去 还是要说RYL机会太小了 就 即使是这样有点送的打法 也没有办法 止掉他们前期的损 再来两波吧 CG再来两波的话 我觉得RYL是真有机会的 那两波里头 得有一波是送大龙估计 嗯 而且得 其实一定得要这个刀妹顺 是 刀妹得顺的 刀妹三项 铁马特水银鞋 在边线发育了好一会儿 因为刚才 四个人在上路打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默默下路有一个 就是 推塔 刀妹的小头像 在防御塔附近 疯狂输出 疯狂输出小兵 这个刀妹现在的装备还可以 但现在局势来看的话 其实EZ 有点太过隐身了 他选出EZ 更多想法是打上中野 但目前为止 是没有做到一些事情 而上中野 导致说EZ自己的发育 也不太良好 你是想说他000的战绩吗 他的装备 其实也蛮差的 而且补刀也有点少 对 现在 但从战术安排上来说 他是打成目的了 就最起码 他那条线是稳的 没有稳住的是那个锤石 查无此人 对 就导致他继续上路 他继续上路TP过去的时候 是我们本场第一次看到他的身影 但这一把还是那句话 RYL和上一场一模一样的 这种尬境 就是谁来找机会 谁来开团 永远只有这个锤石 可以优先的来尝试 上校已经给出了巴尔开 Closer 来了 这个位置 看着一个Niko 直接给上节俭的 这个Niko是很难走的 叫大招想 回身打一招 700块钱的人头 是的 打一个相当于 拿了个Double Kill 还有一个助攻 这一波拿完了之后 蜘蛛现在是肥的呀 蜘蛛还别说 他前10分钟没怎么做事情 但是后10分钟 疯狂做事 主要是前10分钟 就还是那句话 被Lira看到的太多了 就Lira永远 知道这个蜘蛛在哪 但是从那一波开始 越蓝波开始 你就会发现 其实CG对于Closer 这个位置的分布 就开始没有那么上心了 所以导致蜘蛛在这几波里面 所取得的成效 都非常非常地好 蜘蛛是吃嗨了 他认准了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绝佳的节俭位置 这是 双方的一个经济 刚看了一下 卡莎是领先2200 还是2300 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这时候 其实Closer想清楚了 知道这个把谁最需要发育 谁最需要肥 就一定是要帮助刀妹起来 你看他们这个阵容嘛 我还以为你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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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知道谁要站起来了 上路不行 中路不行 那我自己站起来了 单刹了两波对面 他得保着这个刀妹来发育啊 不然你靠一个 现在基本上残缺了的一个鳄鱼 来打算害吗 不大现实 这个Etherail啊 他不死就赢更好了 但是刚才刀妹连助攻都没有 就是他保达推塔就可以 保达推塔 就是来人我把他杀掉 你推你的 这人头和你无关 对 就是给你开疆扩土 剩下的东西你自己建设 对的 现在把这个第二个装备给做出来 子羽连之拳 然后等待着九头做出来 而且就像科基说了 这边要是把刀妹养肥 或者说再帮助鳄鱼 去拿一些人头或者经济的话 他们一个上路和中路的单线 还是单带比较舒服的 是的 所以就和我们的Opera Rayna Ace一样嘛 65超级散冲 极客满血上线 只要把刀妹的血给 就电能量给充满了 那这场比赛 他们就有Ace对面的可能性 对 你给他五分钟杀人 让他作战两小时 没有问题 对 我现在已经数了 你想 鳄鱼啊 从15分钟开始使这个装备 现在21分钟30秒了 就你的意思是刀妹再发育五分钟 就可以接管比赛了是吗 有可能哦 哎 皇子过来盖一下Croser 这个最肥的蜘蛛 现在怎么样 哎呀 他浇掉了 浇掉了刚刚杀掉700块的Eco 那这个大龙有没有想法呀 蜘蛛阵亡的情况下 Clash Gaming是完全可以动大龙的呀 是 但是 哎 因为小龙属性有点尴尬 三条蜂龙 三条蜂龙现在刷了个水龙出来 他们现在对于其实打架 或者说是动龙 没有太大的帮助 不过想过来尝试一下吧 先把这个岩给排掉 蓝波大招还是在的 哎 这三蜂龙我仔细想对CG帮助贼炸 脚底抹油 你从上一 对对对 你从上一场看下来就会发现 他们很喜欢整体搞事对吧 有三蜂龙的话转线贼快 是相当于扇子妈永久套盾AOE 对 R1嘛 R1持续不间断 就通电5分钟 R1两小时 R1两小时 这局扇子妈到位了啊 隐形守护者 是的 现在凭借着三条蜂龙 他们没有敢打这条大龙 哦 我看到了 鳄鱼终于青龙刀了 青龙刀了原来是一口憋出来个胖子 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波回放吧 主要看一下可右侧 踩上有没有爪子 没看到就跳了 三个人拿到了一个钱 下落这边 互尼又带着自己的辅助 想去抓鳄鱼 然后同时可以看到 河道这边三个人一直在赶过来 那这边是很难走 看人头给谁吧 嗯 派客 派客 你是两分 就那个点啊 兄弟 这边有人出青龙刀了 他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定位 快来追递一下 鳄鱼想了一下 好像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这一波 无论出啥都是要死的 我觉得其实这一把鳄鱼 当鳄鱼 我觉得他这个出场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自己下落 选择了一则瑞尔之后 确实这种太确实的方式了 蜘蛛 蜘蛛他又来了 但是这一波 对方有两个人 他不太敢上了 最后蓝buff还是 由中单的妮可给收掉 现在ROL就是一直想利用蜘蛛 去找一些节奏 做一些事情 但是没想到自己鳄鱼 在下落是频频传来恶爆 二十分钟之后的蜘蛛 已经不具备二十分钟之前的那种风貌了 老了 不再年轻了 对 其实我一直在想 就赛场的第一天 我们不是有看到艾克吗 我一直在想 艾克这些英雄 他们为什么要选 然后我自己去玩了两把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其实艾克他到了六级之后 他和蜘蛛的定位很像很像 就他也是打一个控制先手 然后打一个强越塔的英雄 但是他打了二十分钟以后 他的上限比蜘蛛高 是 蜘蛛是一个就是走下坡路的英雄 除非说前期顺的惊人 但是艾克就不一样 艾克是可以军事发育 你这样别太烈就行 对 而且如果这一场其实 大双扑下来 打的伤害还不错 哎呦 勾回来一个锤石 直接一扫 孙哥拿到了这颗人头 锤石来回走位 但是还是没有能躲掉派克这个勾 他来回走位 不还是被剪住了 是的 这个就是花里胡哨 没什么用 蜘蛛 姐姐妈 你被招出来了 哎呀 这个蜘蛛 飞偏 这个蜘蛛 飞偏了之后 要掉到原地 原地交闪线 往前走 被拉回来了之后 孙哥又收到一颗人头 短短的时间里面 302的孙哥 成了全场最值钱的人 脑袋上有600块的赏击 我450变600了 突然间 科技一定很想问你 他为什么不走 对 为什么不直接走 你的疑问跟我是一样的 我在想他为什么不直接走 自己阵亡一个人 同时 在这个位置 看到别人来了 还不知道 哎呀 又不是第一次了 后面亮了一个TP 这个TP来自于 全水面的大鳄鱼 鳄鱼过来了 哦 不是个小鳄鱼 上来了 想要进来 阻止对面打大龙 但是大龙已经被 黄色给逞掉 而且正面这个工具人 先是限制到了 红色方想要进场的人 刀妹还是进来 进来之后杀掉 两个人想走 脚闪线上去了之后 直接被孙哥 拿到了一个double kill 还要继续去杀 DQ上来 虽然被垂直摆断 不过大招依然是留住 triple kill了 有夸张吗 精神起来了之后 脚闪线想往前走 但是孙哥呀 孙哥过来 一个水盐 解掉垂直钩子了之后 轻而易举 拿到了一波四杀 现在从一个 在下路发育的小AD 逐渐长成了一个 7-0的大人 已经四件装备了 是的 就这一波打起来的话 我只能说 刀妹你辛苦了 刀妹辛苦了 他疯狂地进去收人头 但最后闪线 就上岸的时候 他280的一个暴击 也带死来了 是的 就来看这一波吧 其实这一波是 RL很想打 但是由于自己吃中 是不带的 所以只能靠鳄鱼的进场 然后再配合队友进场 但是由于这边 Niko是把队友拦截掉了 所以说第一时间 鳄鱼只能在龙坑里面 先自己献祭掉了 所以说可惜 在说刀妹辛苦了之前 要先说一句 Niko辛苦了 就Niko打他没毛病吗 对 从一开始 Niko他是为了 让自己的后排 先把龙打掉 然后再把剩下的人杀掉 他用自己的命 换了这段时间 是的 而且一开始就提了 选了Niko出来 搭配这个阵容一看 他就是这个阵容 所以他卖不卖 或者前妻 他有没有被针对 都不是很有所谓 对的 哎 这边又减速到了 这个锤石啊 没办法 做视野嘛 对 做视野 收到了这个人头 对 就如果是队友去做视野 他还可以靠登龙救一下 但如果是锤石 自己去做视野 然后被留下来 就真的就没法走了 这就是烈士的时候 去做视野 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 苦度的苦嘛 自己捡掉 自己都捡到了之后 又是忽宁 蓝博这里交掉了 又是蜘蛛拿到这个人头 我觉得上面吧 就是忽宁表现太好了 让他想 这把我奖匿 不及一把蓝博好吧 然后奖匿完之后 就被对方疯狂的层治 奖匿就一钢刺了一钢 但是勾过来之后 队友好像不是很虚的样子 直接要斩 看一下 已经是拿到了 这颗EZ的人头 后续Niko的大招 盖住了刀妹 刀妹无奈只能Q进去 但是Q进去了之后 自己没了 拉一下 在众多小蜘蛛的面前 拉到了一个大鳄鱼 但是后面还没怎么跟 想要一波 目标黄鱼塔 孙哥已经超神了 超神了之后 无忧无虑了 可以就继续往前推了 但是红色方 奈何不住 自己想要守塔 竟然送掉了 这个鳄鱼的人头 临死之前 自己除了一个 破碎的表表之外 并没有能够做出 第二件大城装来 非常非常的难受 看到这个鳄鱼的装备 手上两颗 带着Buff的大车兵 还有一个TP 两边干瞪眼 鼻线来了 鼻线虚伤了 鼻线来了 可以推了 蜘蛛回家吧 南博我来组成这个头部 然后大刀洒下去 直接又带着一个蜘蛛 四在全水里 后续火烤 吊起一个飞天的蜘蛛 结束这一局比赛 那我们可以恭喜CG 使迅雷步骑掩耳之士 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 这一局在南博 疯狂军训的情况之下 其他队友纷纷站出来 告诉大家 我们都是最棒的 这个时候又不禁提问一句了 为什么不搬蓝博 因为第一把 你看到蓝博这个表现 忽你确实是一个 使用到蓝博以后 他能一直去入侵自己 就对方野区 去帮助打野 做事情的一名选手 那这把又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为了针对忽你 付出了多少代价 那下一把问题又来了 蓝博搬不搬 我觉得几个点吧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 他们就是野区的视野 其实RWL野区的视野 做得不够好 他们没有对 皇子可能对前期的一个入侵 就他们没有结合到献权 然后考虑自己前期的 这个野区的保护 所以导致蜘蛛在前期 野区劣势那么大 因为从后续比赛里面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一个信息 就是蜘蛛如果真的 想杀这个蓝博 配合鳄鱼还是很轻松的 但前期就是因为 视野的缺损 然后被对方领先 自己的一个行为的 一个信息量嘛 所以导致他们 就根本没法打出来 所以我觉得 想那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不要拿一些 对线的时候 就对线能力更强的英雄 鳄鱼不强吗 这已经最强了吧 感觉 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兄弟 这个不是 不是说能力不强 是打不过 好吧好吧 不是说那个什么不行 是打不过 好的好的 他们一二手拿下 蜘蛛鳄鱼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哇这已经是顶天了 对已经是顶天了 这个 我觉得我想的是 上代要不拿一个 远程 就长手艳的英雄 可能会好收一下 就是长手三件套 纳尔凯南 这三件套是可以的 但是这三件套 很难打优势 它一般是打军势的 对啊 也拘训不了 这个蓝博 想了一想 发现这一局 鳄鱼剧 既然已经没了的话 下一局 其实给它一个 最好的 最好的 就是建议吧 斑蓝博 斑蓝博 然后 重心可以尝试一下 换到这个 就是 EZ晃来晃去的 那个德莱文的身上 但是 万一它下路打出来 但是斑蓝博的话 其实这边 Crash Gaming 在蓝色帮 它就会一抢拿到落 而且它们是 基本上90% 都会拿到 狭落的下路组合的 那这样的问题又来了 那这样的话 要不要去拿什么 莫干达去 counter这个落 所以这个蓝博 这个点确实是 忽你自己作为一个 招牌英雄 给到对方 对我一个压力 人家五班 这个蓝博 一定是有原因的 还有一个点 觉得就是 CG打得好的地方 就是战术的执行力 就我选出这个英雄 然后看了对方 自动之后 我知道你要 针对我的上路 对吧 那我的皇子 在前期的事业布置 包括说 行为动向 都是更多 在保护一个忽力的 这一波就真的是 不理智 其实相当于是 直接把前期的节奏 给打没了 本来还有一波 就本来他们 如果往后面去 尝试着拖一拖吧 然后拖到中期的 强势期去打 也还可以 但着急了 有点过早 是的 就如果人头 真的能打一个 二换二换了 就好像还可以接受 这波两兄弟 变成了一换三 对 开松了 只死了一个工具人 其他的都没死 能C的都在 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从操作 或者各方面的输出端来说 closer打的没任何问题 就是没机会 对他自己而言 真的就是 前中期没有任何的机会 然后这个鳄鱼就真的惨 而且这一局 因为过度的去打上中野 导致我们基本上前期 一没看到锤石 二没看到派克 那个伊斯就不用说了 压根就是只看到了一个大招 不看到人影 这一盘 这一盘对于两边的下路组合来说 前期的游戏 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对线就可以了 但是打到后期 为什么这个孙哥 打着哪去就是9-0 打着9-0的呢 就是因为 收人头的能力实在是有点强 这一波就是互相辛苦了 那一波 互相辛苦了 尼口辛苦了 鳄鱼辛苦了 刀妹辛苦了 你看刀妹塔项 280的一个暴击 没什么办法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陷入劣势的时候 当你拿了强势的上中野 但是没有能打开节色的时候 这个EZ确实是 作用少之又少 三项EZ吧 叔叔可能还有一点机会 但出了个兵权的话 确实就只能打一个宝败体系了 对吧 大陆这波就是拿完大龙以后 强势的要推进 打了一波 你看这个尼口 其实他操作也不复杂 站在自己的队友和敌人之间 放个大招 他的功能性就已经完全的 就足够了 就感觉这一盘 感觉他们赢得很轻松 超级 就自打上路的鳄鱼 被打出那样的装备来 然后导致中期 他的装备和更新的节奏停滞了之后 这个鳄鱼 说难听一点就是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对 就是上路 他第一波我们看到 把小魔抗 合成一个魔抗斗篷的时候 他的鳄鱼 鱼声就结束了 对 然后他14 我印象特别深 15分钟30秒的时候 他拿了一个大剑开始 我就说了 接下来3到5分钟 他就根本不会装备 因为他这个盛装太贵了 对 就真的是让自己的整体 出装节奏就完全的崩掉了 就要么你自己崩了之后 你就 你干脆走肉就走到底了 去保自己的一个盗妹 去打输出好了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 这一盘 他想保盗妹的话 盗妹也只有一波 发挥出了一些些的效果来 并没有说能够凭借着这两个近战 打出比较好的一个进场效果 当然这也是 我们前面BP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的 拿到一个Niko的好处 也导致了这一局 我们前面看到27分钟就结束了 是 看一下 打赏军选手人气的试一绑 这一场是 由忽尼拿到第一位 在看完第一场比赛以后 发现忽尼果然是 他说的那样 嗯 他说的那样 孙哥来到了第二 这两个人反正 一个第一 一个第二 第三一者 可罗者也没变 确实可罗者在前 都是在中期 中期这个资助也是有很多高光的场面 帅啊 这个资助 是 中期那几波感觉 减一个几减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实不得不说 鳄鱼那样出伤我也能解决 因为只靠当每一个单点打伤害 他们整体谈判 这些肯定是不够的 对 而且作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就是一般出伤的话 他们喜欢打单人线的 在面对着不同的英雄的时候 都会做一些改良 不过上一局那个 也是无奈之局 没有办法 经济崩了 没了 经济崩了 对 就弹了嘛 也打不出来什么 就你想依靠这上路打 是不太可能 他们那边的数据显示 就是RYL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他们的上路 一直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出色的选手 也是他们队伍里面的 核心carry点嘛 但是胜的局 发挥非常出色 输的局 拉跨 拉跨 对 就是一个不太稳定的选手 就有时候 他厉害的时候 就真的能一直杀 但是他就是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可能就陷入比较大的劣势 这一盘关键先生 一定要换人了 10-0 孙哥最后 超神了之后 又拿到10-0 -4 66.7%参算率 并且对位经济领先了 6454的孙哥 上一盘玩的卡沙 等于是领先了两件装备 求Yetherry的心理 阴影面积好了 Yetherry落后 对位的经济是 6454 这是一个绝对恐怖的数字 而且孙哥这两局比赛 目前是没死过的 对 对 他第一局也没死过 这是论一个AD 找输出环境 并且苟下去输出的重要性 是的 非常的关键 而且来到 Clush Gaming的一个赛一点局了 最后这把 我觉得要不要尝试一下 换一下打法 因为前两把都是 把重心放在一个上野 但是明显上野的对抗 是没有对抗过的 那接下来要不要考虑 把重心换一下 放在一个中路 或者是下路 可能去尝试一下 会更好一点 是的 毕竟下路也是可以carry起来的 综合之前的数据来看 下路核心carry点之二 要不要换 下一局 我们要看 RVL自己的选择 同时呢 CJ这边 连续两局的蓝拨 给我们看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效果 不知道第三局 单位上面 会不会出现他的身影 那我们这边 稍作休息 等待着 BO5的第三局这场